沙田尾田村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超過100人要疏散 沒人受傷 消防到場 迅速將火救息 超過100個居民疏散到樓下 尾田樓高層一個單位凌晨3點多 懷疑微波爐短路發生火警 消防出動一隊衣舞隊開校破舊 調查後認為事件並無可疑